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对啊 我当时写这段的时候 给秦川写的三首诗 都是网上查的名诗啊 不是这三首啊 难道剧情又有变 上次战策变成了假的 秦宇这个大反派 本来有很多戏份的 结果直接领了盒饭 那这次诗词也变成假的 二皇子岂不是看不到秦川了 他这个女友文男主 怎么直接变成爽文男主了 还好我背过秦川 直接跟你混三首 秦川了秦川 你可是我写出来的 翻不出我的手掌心 至国之道 文武并重 治国之道 文武并重 今日 考教诗词 法的投筹者 朕将重用 如今 正当春日 敌手便以春为题 月儿 你先来 儿臣领旨 春风多渴 太芒生 春风多渴 太芒生 长共花边 柳外行 雨燕作泥 风酿蜜 才吹小雨 又虚晴 怎么会这样啊 想不到吧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要不是我出马 太王就掉进你的坑里了 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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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不可能知道 是我把他的好事给了太王的 还不承认我的话 我小明就不保了 只好 委屈一下你了 好诗啊 王上 太王殿下此诗 写春似写人 格调清新 体悟入微 实乃佳作呀 不错 老四 本王这诗 你看如何呀 父皇 二哥的诗写得这么好 儿臣字之时接不住的 四弟向来诗才出众 不如 就让四弟先接 川儿 就你先来吧 哎 只可惜 我不能参加诗词PK 不然随便来一首 都能惊叫你们的下巴 英莲鸡齿 进苍台 小寇柴妃 久不开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 出墙来 英莲鸡齿 印苍台 小寇柴妃 久不开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 出墙来 什么情况 他竟然做出了 流缘不值 瑞王殿下此事 用词精妙 情景交融 初看只是 流缘所感 戏片却有一番大道理在其中 一惊远超泰王殿下 妙觉也皇上 朕也没想到 川儿的诗词造诣 竟高到如此地步 本王很好看吗 这 谁说你好看 奇怪 这大圣国不是架空的吗 没有唐宋元明卿啊 难道 这秦川这么厉害 竟做出了一模一样的油缘不值 赏春 不可不赏月 这第二首便以月为题 父皇 儿臣先来 秋霄月色 盛春霄 万里天涯 静寂寥 近来数叶 非双重 只为娑婆 数叶雕 此事 起伏有志 唯婉曲折 颇为不错 月儿 你最近 进步很大呀 谢父皇夸奖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笑 这古往今来写月的事啊 能超过这首的可不多 我倒要看看 这次 你能做出什么话来 川儿 还是由你来接吧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笑 什么 这也能做出来 情景相衬 望月思香 千丝清心朴素 却又回味悠长 瑞王殿下 是京师之才呀 此事 确实非凡 立刻传超天下 供读书人赏西 看来本王确实很好看 不科学 太不科学了 这怎么能知道的 这 第三首 以宋别为题 说起宋别诗 我最喜欢别董大郎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浅落 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要是这次 你还能做出一样的 那我就把脑袋 给你当球体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皇上 此事情感浓郁 意境非凡 是为京师之作呀 瑞王殿下三首之师 皆为上乘之选 必将 广传天下 这是皇上之福 也是我大晟国之福啊 完了 完了 这头冲一定是他的了 是我失败 我小命难保了 天下 老二 四 本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